爸 今天我在家 我想给你和我妈做个见证 你们俩离婚吧 滑气 你让不理得理 我和你爸的事 是你该管的吗 爸 你坐下 你认真把话听完 我只要你 还要我计时起 妈妈永远揉着眉头 爸爸那是关心钱 就算在一起吃饭 也是经常吵架 偶尔能一起看个电视 也是各看各的 我以为大家都跟我一样 我以为 现场就是不会关心孩子 没有耐心陪孩子玩 我后来才知道 不是的 只有我们家对呀 然后我就开始怪我妈 我觉得我所有的不快乐 都是抬操什么的 但我后来发现 不是 不能只怪我妈 怎么着 还都怪我了 你怎么着 离婚呢 是给我妈自由 给你自由 也是给我自己自由 别扯那些听不懂的话 一个女儿教唆父母离婚 这要是传出去 人家会指着你的鼻子吗 你怎么着 爸 我不是跟你商量的 更不是跟你吵架 如果你不愿意离婚 咱们就走司法程序 我给我妈请离婚律师 到时候就不是 在饭桌上见了 咱们在法庭上见 你还想告我 你别因为我不敢收拾你 你敢碰她 你敢碰她 一个喊魔王试试 我就是想跟你离婚 你怎么能打女儿 我就不能打女儿呢 一个一个的 看着我现在落难 都来欺负我 孟明威 你也不拿着镜子照着自己 就你这样 还想离婚 你怎么办 什么意思啊 我妈最有资格离婚了 可以说她还离晚了呢 李晨晨 我知道你一直都看不上我 我也看不上你 行啊 跟我这儿表演蒙景同心是吧 想帮我走地出门 我告诉你们 做吧 你怎么来了 不是说好来接你吗 真好 熬了一个通宵累不累 你累倒是还好 但我这次回家 可能要多待几天 别再想我啊 我昨天晚上想一个问题 想了一晚上 想一晚上 什么问题啊 如何高效地谈恋爱 避免吵架 如何 我们都把对方的优缺点 罗列出来 这样既可以增进 我们对对方的了解 也可以增加我们对自己的认识 这是你的 好 桃舒娜的优点 桃舒娜的缺点 我 我 我优点就这十二条 然后我缺点这么厚 还有一些我们有罗列出来 我觉得今天我们先把重要的问题 先给解决了 你 你说我乱人东西 行 我承认 但这个 睡觉打呼呼摩牙还踢人物 我没有 我不这样 你当然不知道你睡觉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我怕你不信我都拍下来 你怎么还拍下来啊 我睡觉你拍下来干吗呀 你无不无聊 我不无聊 而且也会要是要住在一起 睡在一起 这就是要解决的问题啊 但 这也不算你的缺点 这是生理上的问题 我也问了我当医生的朋友 看能不能医治 你还跟别人说了 还要医治我 你要这么嫌弃我的话 那 那我们就别在一起睡 你就一个人睡呗 我只是想跟你理性地讨论这些问题 别每次搞得都剑拔弩张的 行啊 理性地讨论是吧 那我也说说你的缺点吧 你的缺点就是理性的太讨人厌了 理性算是缺点吗 当然算 你跟我在这儿又谈效率 又拿这么一摞的东西给我看 你到底是在跟我谈恋爱 还是在跟我谈项目呀 谈恋爱的确是 人生中的一个项目呀 你要真觉得我这么不好的话 你不用勉强跟我在一起 娜娜 太过感兴我也 赵晓燕 别瞎说了 你爸爸要是在世的话 也会同意我这么干 对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换个新房子 换个好心情 那个新房怎么样了 大姐的意思是 一定要您亲自去看看 对 最后总得您拍板啊 过户的时候您还得去呢 我不去了 让依瑾和你三妹陪你去 您不去 这房是您买的呀 您怎么能不去呢 这也不能委托吧 明天我去问啊 不用问了 我不买 您不买 您让我们到处看房干什么呀 姐 妈的意思是说 新房子用你的名买 你不是看上那房子了吗 既然这样 咱们就把它买下来 写上你的名字 妈 您 您胡说些什么呀 我 我没胡说 我都八十好几的人了 买了新房子 我能住几年哪 您能住好多年哪 您别就就就 就这么定了 就这么定了 好 这小区环境还是不错的 好看 来 好 谢谢啊 好 谢谢 来 这边请 您在家呢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叔 委托叔 您别生气 我们也是收业主委托 那就得来带客户看房的 这墙都掉皮了呀 这得重新刮大白吧 厨房抽烟机能换吗 这得看着有年头了 重新装修得花不少钱呢 业主说了 这价格好商量 咱们还能再让让 只要这房子过完货 咱们想怎么装就怎么装 那我们出去聊聊 好 那到我店里聊 真没事 这房子是业主说了算 这事肯定能成 真是欺人大善 黄格威 林一斤 我知道你们家里边 给我开门 开门 他又干什么呀 他 你们合情伙来争我 有本事你们用一倍的 别开门 看完以后怎么收拾你们 你别在里面放死 开门 你别欺负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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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门给他开开我 倒要看看他怎么开我 我自己的房子 怎么时候你来指手画脚 你别跟他动气 把刀放下 呸 还有脸叫我爸 你这狼心狗肺的动气 行 你要断绝妇女关系是吧 那以后养养费就没了啊 李一姐 你敢 那你就把刀放下 然后把刀放下 还有什么好聊的 你们全家合起伙来 把我当头抓 还好意思让我跟孟明伟 陪你道歉 是孟明伟对不起我 不是我对不起你们孟家 你们孟家应该给我道歉 你给我开门 开门 孟明伟没完吧 你开门 明伟 妈 你干吗 妈 李强真 你胡搅蛮缠 我对这个家尽心尽力 没什么对不起你的 你不充许挣钱 我养家 你吃的我做 你穿的我买我洗 这个家里 我把工资全部都交给你 你说 我们俩谁对不起谁 楼上的房子是我妈买的 她想卖就卖 关你什么事 她那楼上的房子是我的 放屁 你吃我们孟家的 用我们孟家 住我们孟家 我孟家说你什么了 我孟明伟说你什么了 都是你们孟家有理是吧 全是你们有理 爸 爸 爸 你亲信他行吗 你要再这样下去 你下半辈子都在监狱里过了 我都教你了 其实你不用放在心上 你想 如果重点项目 人人都能参与 保密工作是不是不好做 可是这不是 人人都能参与 实习生态也是通过选拔 而且保密 它是最基本的 选拔 它不得看能力吗 我就觉得这 这不合理 我都能参与你 但是娜娜 你毕业以后再过来 也一样吗 怎么可能一样啊 我早一点可以实现 我的理想 那我为什么要等过几年 等毕业之后 但其实不管这次入眉入选 只要你在我们研究所实习过 你的履历就已经足够精彩了 哪有什么理想不理想的 一份工作而已 这 这不是一份工作啊 这是我们的理想 履历好不好看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也不在意 你是不是因为得到的都太轻松 所以我不珍惜啊 喂 好 知道了 我们打包吧 后面的也都打包 谢谢 好 顺便买单吧 好的 好 喂 爸 对 我还没提交申请 但我有感兴趣的项目了 你一定要我参加是吗 好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是不是因为 得到的都太轻松 所以才不珍惜啊 你已经入一级战备状态 加油 特重兵 你不出差了 不去了 我请假了 为什么呀 早就想这么做了 我没那么喜欢做科研 也不喜欢每次到基地 出差就一两个月我累了 张婉燕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 我想去都没机会 你最近怎么了 你之前也不这样呀 这才是真正的我 你说的那些根本就不是 我想要的 你觉得我来的一切 都很轻松是吗 有没有人跟我 到底想要什么 我的人生从来就没有 另外一条路可走 是这样的 如果你所有的选择 都是别人逼你做的话 那你不可能坚持这么久 你如果真的不喜欢 那你就别去做 那你为什么要因为 别人的目标 去把自己的时间 规划得紧紧有条 那只是被我父母 逼这样成的习惯 我从来没有你想得 那么完美 讨说那你也成了本 当初追我根本不是 因为喜欢我 你只是想成为我 我又没有你的理想 之所以我的脚步也是 为了追求你热爱的事业 除此之外 我跟别的男生有区别吗 你不是第一个 有这种反应的人 我前女友也这样 我没跟你说过吧 我就连我的前女友 都是我家里父母 替我安排好的 但人家及时醒目放手了 你是在质疑我对你的感情吗 难道不是吗 你喜欢的从来 只是你想象中的我 你也别把我当成什么 偶像榜样 你不需要 假如我不是学霸 我没有这些光环 这些成绩 我是不是就不适合 做你的朋友 你 你是在跟我说分手吗 他大早上起来不好好吃饭 又琢磨什么事呢 是不是想跟姥姥说话 没有 姥姥 我就是看您 我觉得您气色变好了 他变红了 好多想去 好多想去 你真是 要说成绩 不可以 您还算宝贝 但是我看以前 你这有个人 我就要在这儿 那里 purple 姥姥 姥姥 你跟姥爷是什么血腥啊 好短短的问这个干嘛呀 那个 我最近在 研究人的血腥和人的性格 你看比如我是A型血 那我可能就是 做事比较尽小慎微 然后顾虑比较多 你看我觉得姥姥你爸 就应该 那时候O型血 因为O型血的人就很开朗 然后 有领导风范 我还真没注意这些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型 知道 行了 别绕弯子了 想跟姥姥问什么 你就说 能问吗 老后前几天 翻到老爷日记本法 无意见翻到的 你老爷 是有写日记的习惯 怎么了 日记上说 我妈不是你们的孩子 我妈是隔壁邻居邻居的孩子 我妈是隔壁邻居的孩子 我妈是隔壁邻居的孩子 好了 是真的吗 你老爷这个字写得就是好 整齐大齐 我觉得你老爷上 是世界上是自己的最好的 是世界上是自己的最好的 我原来以为 你老爷 我能把这个秘密带到棺材里 现在看来 不可能了 你带来 我给你带来 我给你带来